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蝸牛第七輪的抽卡週活動公告 那一樣老樣子 這個算是一個例行公式的影片 就是給需要的玩家看的 假設你對抽卡週的規則已經很了解的玩家 或者是對於這一次的貴重品都非常熟悉了 那這部影片就可以跳過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來看一下活動內容吧 活動期間每天都可以購買100蝌蚪的活動福利禮包 這個沒有問題 接下來抽卡嘉年華這邊啊 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次3S的貴重品 流金泥陀佛像 這個到時候禮拜五我們一起來看他的效果 再決定就是要不要把他抽400抽 因為有一些玩家他的資源有限 所以到時候我會來做一個評估跟分析這樣子 那其他就是抽卡週懶人包我們一樣放在上面 500抽的話就是一輪 然後其他的獎勵這邊字幕補上 再來是講一下氣球大作戰 不過這邊要特別注意喔 我們階段4的話是需要破千抽你才可以做兌換的 還要包含解一下氣球大作戰的任務 所以這邊我會建議大家就是直接是 比較注意階段3就ok了啦 階段4的話是 你有留資源的玩家你才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這邊先來列一下氣球大作戰的任務條件喔 再來是階段3獎勵的對方條件 接下來是階段4獎勵的對方條件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階段3這個供頓品類 主要的效果是提升了蝸牛的攻擊 以及探索的時候可以獲得一種細胞的數量額外增加 另外這個第二點 異種狀態下探索速度的移動速度提升 這個東西目前看看就好 因為目前異種型態其實比較少用到 最主要的還是巨龍型態跟天使型態 之前影片都有提過 然後貴重品效果這邊格鬥行改造這個是提升蝸牛的防禦 模擬裝置是增加攻擊力 實在工坊這邊的話是增加自身的科技 不過這三個貴重品改造通通都不是優先 最主要還是這個探索的時候可以獲得一種細胞數量的提升 跟這個蝸牛的攻擊力 重點的話是這兩點 所以沒有這個貴重品的玩家或者是你的貴重品這個品階還不夠的 我會建議拿來做兌換 接下來來講一下階段4獎勵的這個猴子設立的貴重品 那這個貴重品它是可以在天竺的藏寶圖有機率性可以開到 機率的話是5% 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效果的話其實還算不錯的 是直接提升了供奉物品這邊獲得東西 獲得了食材以及木材還有黑蝸蚪的數量做提升 然後再來貴重品改造這邊 華夏的話是提升蝸牛追擊 然後還有機率性獲得雙倍的情報點 蝸蚪池這邊的話是提升最大容量 前面兩個我覺得還可以 比方有些玩家你還在掛華夏的那個 未來或者是過去就是用瑪雅特史版的話 你這兩個東西其實還是有效果的 蝸蚪池這個東西就看看就好 這個東西我不建議拿來做兌換啦 因為其實這個真的就可以開得到了 而且其實我這個貴重品我已經升得還蠻高階的 這個給大家當作參考 接下來我們這邊來直接快速帶過就是階段1到階段4的推薦 階段1這邊一樣是看個人的需求 階段2我會建議換那個幸運子骨這個器官 這個器官它是喪屍形態下有加攻擊跟追擊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可以的 上屍形態如果你已經有完整的他的探索裝備 就是有護士敵人的防禦力那些東西你都有湊齊效果是還不錯的 這個東西我建議是做兌換的 階段3剛剛雷碎片就是 有缺的玩家你就換吧 那沒有缺的玩家我建議換器官寶箱 因為十字鎬 看個人的需求 像我自己這邊地縫也到了2600多層 所以其實我就不會來換十字鎬 階段4獎勵我建議是換許願幣或者是天堂之翼 我只設立這個就直接跳過就好了 階段5這邊100%是要課金的所以我們這個也跳過 再來過度品收獲季 我們這邊活動期間玩家們抽取下列的橘色過度品的機率將大幅提升 我們再來主意介紹一下這三個過度品 中間的這個過度品我們就先跳過 因為流金尼陀佛像這個是最新的禮拜五才有更新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左邊的盧獵力 這個東西我已經把它升滿了 最主要就是提升木材工坊的產量以及最大的容量 然後再來每提升木材工坊的等級到一定的程度 蝸牛這邊會提升攻擊力 模擬裝置這邊是提升了土元素的傷害 以及蝸牛每回合戰鬥都會獲得120點的防禦力 這個東西其實我也有放在模擬裝置的 這個給大家當作參考 蘑菇圓改造這個就當作沒發生 另外一個這個典雅學派這邊是提升了防禦跟追擊 以及進入新區域的時候可以獲得情報點 那獲得情報點這個東西我之前已經有跟大家講過了另一個貴重品 獨立軒圓他這個東西獲得情報點的數量其實 我記得沒錯應該是比那個典雅學派還要多啦 所以情報點來說的話我覺得先生這個東西會比較好 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典雅學派他的效果 PV探索這邊有機率性獲得雙倍的藍色烈金試劑 以及那個紫色的試劑 然後時光機這個就看看就好 沒有人時光機真的會放那個東西啦 那這個就是以上兩個貴重品的介紹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限定兌換 這三個東西我建議你有資源就通通都換 之前影片也都有稍微介紹過這幾個貴重品了 然後從左邊到右邊的話消耗是5500、4500跟1500 就是對換卷的部分 片方夜譚這個貴重品 他的貴重品這個效果是直接塞蘑菇圓的 直接塞就對了 而且你看他最主要的效果 蝸牛攻擊力有提升 然後每一次降臨成龍的話又有 增加額外的攻擊力跟追擊 這個是也是必換的 畢竟是3S的貴重品 再來2S這個聖千人餅 這個聖千人餅他最主要是直接擺在我們的羅盤這邊 探索的時候可以獲得額外的情報點數量以及探索機率性獲得窗背食物 貴重品效果這邊是提升了蝸牛的生命力 以及使用生命蘑菇這邊還會額外提升的攻擊力以及防禦力喔 再來講一下這個3A的貴重品 因為這種3A的貴重品其實他獲得的機率也非常低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直接優先的做兌換 這個美人魚他最主要的效果是針對一種類的基因都有降低消耗 但我這邊還是要名獎 因為其實很少玩家會有這種3A的東西 所以你還是 可以優先拿來做兌換啦 提升一下蝸牛的5A也是不錯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周禮包內容 第一個這個就是用白蝌蚪來做購買 第二個這個貼典禮包我會建議大家有錢錢可以拿來做購買 我記得是33塊台幣 我之前的影片有講過活動類的肖像他這個影響到的是 有關於研究基因的這些東西 然後速度上都會影響到 所以有購買活動類肖像的話這個基礎成多效果是不錯的 影片最後這邊來講一下這個任意門東日聖堂之旅 這個東西就是針對我們禮拜五最新出的這個流金彌陀佛像 這個貴重品來做一些就是獲得方式的介紹 第一個就是貴重品收穫技碼剛剛已經講過了 第二個是抽卡加年華的機率性獲得 第三個這個是貴重品換進你這邊可以打的關卡這樣子 再來我們這一次抽卡週活動結束了兩個月之後 他會進入文明構成器抽卡機 許願池以及宗師手札裡面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整個公告的內容 那我們第七輪的抽卡週活動公告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夢碰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